你知道巅峰铃铛一年可以拿到多少工资吗 国家队一共有多少钱工资 我们都在省队里面领工资的 可能现在的国家队雨鞋可能条件 比我们之前可能会好一点吧 印象里面是国家队是没有领薪水的 只是给我们提供训练的场地跟住宿 每个月的薪水还是各省队发 所以因为薪水少 你就容易赢了冠军 赚这个加班费的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靠奖金 当然扣的也不少了 男单冠军或者是你的比赛总奖金 要交60%给国家局总局 剩下40%自己拿 当然还要扣一些税 当然很大一部分还是要靠赞同商 靠广告 他来冠军也得靠加班费来国师生活 肯定的 因为竞技体育嘛 大家都比赛的嘛 当然冠军的价值会大一点 日前林达恩在短视频平台 分享了一些运动员的小秘密 原来国家队的运动员是没有基本工资的 基础的工资仍然是由省队发放 而这部分工资 其实与普通上班的白领相当 一般只够普通的生活费 而运动员想要赚更多钱 就必须依靠比赛奖金和代言收入 比赛奖金上 一般比赛总奖金的60% 会上交给国家体育总局 剩下的40%再扣完税 然后才是运动员实际到手的收入 代言方面的收入分成比例 对于运动员来说就更加有利了 根据此前刘翔的商业赞助 国家体育总局提升了分配比例 羽毛球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 那么林当一共拿到过多少奖金呢 以2012年雨年超级赛总决赛为例 当时总奖金高达40万美元 已经是羽毛球界的天价赛事了 但是分到男女当冠军身上只有4万美元 而2012年全英赛的男女当冠军 奖金只有26250美元 同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男女当冠军是3万美元的奖金 换言之 林当每次拿到冠军 平均可以拿到3万美元左右的奖金 2013年的雨潭奖金王李中伟 也大概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年的话 李中伟凭借参赛多冠军多 拿到了2013年的雨潭最多的奖金 总金额高达29万2540美元 而当年林当参赛较少 甚至没有进入世界前50名 即便是2022年雨潭奖金王安赛龙 在一年内掌获了八战排名赛的冠军 拿到的总奖金数也只有区区40万4125美元 由此可知啊 林当虽然拿到过66个冠军头衔 但按照每个冠军3万美元的奖金 生涯总奖金大约不到200万美元 按照国家队的分层比例 其中60%会上交到国家体育总局 剩下的40%还要纳税 估计到手的奖金收入只有50到60万美元 雨潭历史第一人的奖金收入尚且如此 其他普通运动员的奖金收入自然就更加不值得一提了 不过在林当退役以后 有外媒曾经报道过林当的商业价值和生涯收入 据悉林当在20年运动生涯中赚取的收入远远不止几十上百万美金 而是高达4100万美元 但这部分收入基本是来自于品牌代言 凭借完美的战绩表现 雨潭独一档的人气和影响力 林当曾经深悲数十个商业代言 与尤尼克斯签下的一亿元天价长约 更是震惊了体育界 而如果林当的分层比例与刘翔相识 他艺人的疯狂崛起 就足以带给国家体育总局接近1500万美元的代言分层收入 看到这里不少体育迷可能会吐槽 那林当刘翔这些巨星也太亏了吧 事实上从普通运动员到超级明星需要承担的开销不小 一般来说我们大部分的体育明星都是在国家队体制选拔中产生的 从小就接受免费的训练住宿和饮食 据报道中国游泳队每年花费在四川住行 以及产租费用和外国教练的工资至少达到了600万元 如果没有国家的赞助 很多运动员根本无法享受这些训练条件 自然就无法成长为超级巨星 而当一位明星球员诞生以后 他的奖金收入代言收入又会反扑到整个体系当中投入新的建设 比如林当成功以后 中国雨鞋可以拿到更多的分层训练体系的完善 教练团队的扩张 年轻球员的训练和生活条件可以更上一层楼 这种打法就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当一个运动员成为巨星时 他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 也算是一种保险机制 如此一来国家队也不必严重亏损 而且可以提升运动员的竞争意识 当然了 不管规则怎么样 年轻的运动员们 必须感谢那些前辈做出的伟大贡献 特别是林当李中伟这些顶流巨星 给这个项目带来的奖金影响力和关注度 没有前人努力摘述 现在他们如何成良呢 最后再次感谢铃铛 感谢语堂永远的神 YYDS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